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我們是建制派的議員 在召開記者會 我們總共有39位議員 是聯署強烈譴責激進示威分子 昨天是將暴力再一次升級 危害公眾安全 昨天大家從電視 從很多媒體片段都看到 激進暴力示威者再次將暴力升級 他們在很多區非法結集 堵塞馬路、道路 又衝擊政府總部 毀壞立法會大樓 以及很多地區的不同政府設施 很多港鐵站也受到暴徒的惡意毀壞 另外 他們有些也是四處縱火 蓄意焚燒水馬 以及向警務人員拋窄大量的汽油彈 以及腐蝕性液體彈 蓄意造成更大規模的破壞 這些無法無天的行為 嚴重危害警務人員和附近市民的安全 破壞香港社會秩序 為此我們強烈譴責這些非法瘋狂的行為 我們重新是支持警方依法維護法紀 並且要求警方盡一切有效的方法去恢復秩序 警方高層也應該小心做好部署 保障前線警員的安全 鑑於部分激進暴力示威人士的非法破壞行為 不斷升級 已經絕非是所謂和平非和平理性的活動 我們向全港市民再次呼籲 大家必須和暴力割蓆 並且一同向暴力發出嚴厲譴責的訊息 否則最後受害的就是香港市民 我然後請其他黨派的議員代表 大家發言 再請記者提問 葉太太 好 我除了非常關注昨天部份示威人士的暴力升級 嚴重破壞香港的安全穩定和商界對香港的信心 除此以外我也留意到很多市民 其實是未得許可的時候遊行集結 他們以為自己只是行使個人的自由 是沒有違法 這些觀念是錯誤的 我想向各位市民指出 這個國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條約 根據《基本法》在香港實施 其實這條公約的第十九條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有表達言論的自由 但行使這個自由是負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的 我們行使表達意見自由 不可以影響他人 不可以影響他人的權益和別人的名譽 每句話來說 經常有這麼多市民 未得許可集結去遊行 其實是嚴重影響其他市民的權益 和影響他們的生活和生意 所以我希望這些和平示威的 有些宗教的支持者 他們明白他們的行為是違法 和影響社會安寧 希望他們以後是要支持香港的法治 不要再做違法的行為 至於那些使用極端暴力的人士 政府一定要將他們成之於法 各位市民 各位傳媒的朋友 在昨天未經許可的示威集結之後 發生的極端暴力的行徑 的確是令人發指 有幾個情景是令人非常憤怒 亦都是非常擔心的 其中一個就是在軒尼斯道 這些極端暴力的示威者中火 以至到大火是橫跨整個軒尼斯道 大家知道軒尼斯道是大廈林立 人口密集的地方 在昨天的大火濃煙之下 其實有大廈裡面的消防灑水系統都啟動了 不幸中資大行 這個大火都是在消防員粉力之下去破舊 是熄滅了 但是昨天在各區發生的縱火 還有扔汽油彈的情況是危害到不僅是執法者 也都危害到市民的生命財產 在這段時間我們留意到在網上是有人宣傳用火工 宣傳是怎樣弄燃燒彈、汽油彈 還有將這些暴力行徑美化為火魔法師 我們一定不會接受這樣的暴力 市民一定不會接受這樣的暴力 另一個場景也是令到我們非常憤怒 也擔心的就是在灣仔地鐵站 有人打爛玻璃幕門 然後就扔鐵架和雜物下去露軌 大家知道香港地鐵運作是非常繁忙 列車是一列緊接一列 這種行為可能是引致非常嚴重的列車事故 可能引致出軌 所以知道這個情況之後 我都跟港鐵的裡面的朋友聯絡 他們都感覺到非常憤怒 也都是很擔心 而結果呢 在昨晚一直到晚上 是有多個地鐵站是被人破壞 以至到是今早 還有是旺角、太子和九龍灣站 都是繼續有關閉 這些暴力行徑 是已經是嚴重影響到 市民的正常生活 危害到他們的生命財產 還有一點呢 我亦都想在這裡指出 在今天是有人呼籲去堵塞去機場的道路 希望再一次癱瘓機場的運作 這樣的違法的行為 這樣的令到香港 無論是民生經濟都慘受打擊 這樣的行為 市民一定說不 我希望他們是收手 因為這段時間 香港其實百業都是受到很嚴重的打擊 如果是這樣繼續去企圖 打擾機場的正常運作 交通系統的正常運作 帶來的嚴重的影響 現在已經是見到很多市民都受影響 下去的話是會更加沉淪 我希望這些暴力行為 這些是不合法的行為 是一定要停止的 各位市民 我作為鐵道士小組的副主席 亦都是鐵道工會的總幹事 對於昨天激進的示威者 暴徒在港鐵站內 作出各種的暴力行為 破壞的時端 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自從下午的時候在灣仔站 我們知道有一個月台閘門被打爛之後 我們一直都知道工會收到很多員工的求助 他們都非常擔心事態的激化 以及個人的生命 或者個人安全受到影響 及後我們見到暴徒在港鐵裏面 是非常有限的 我不想點名這樣說 有些車站的人手其實是少於10個以下的 正規的員工 亦都沒有一些專門受過訓練 或者專門的保安負責這些激進的人群的訓練給員工 當然港鐵是需要報警求助 所以及後警察都去到車站去處理這些糾紛 所以我們是對於暴徒在港鐵站進行的種種暴行 完全是威脅到乘客和員工的安全 我們再次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第二我們都是期望港鐵在接下來要做更多積極的措施 譬如在昨天大概八點零鐘 本人和鐵道工會已經聯絡港鐵的高層 要求盡快關閉受影響的車站 或者一些高危的車站 避免一些激進的示威者 一些暴徒將港鐵站變成一個戰場 因為港鐵站是一個非常擠勇的空間 我們是要防止一些激進的示威者 將市民當是掩護 將港鐵變成一個免費的快速的逃走的通道 所以第一我們要求港鐵其實應該盡快關閉一些受影響的車站 受違法示威影響的車站 或者一些高風險的車站 第二我們都希望港鐵接下來盡快增加維持秩序的人手 以及處理突發事故人手去更好維護市民 以及我們乘客還有員工的安全 這方面我必須代表鐵道工會說幾句 我想表達就是留意到近期的暴力是有不斷上升的趨勢 大家看到現在無論旅遊、餐飲或者物流行業已經受到嚴重的打擊 但是有部分投資者還在採取一個觀望態度 看看香港的局勢是否繼續惡化下去 但是看到如果現在的趨勢不能夠很快地停止的話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投資者有更多的商人會考慮撤離香港 會令到其他的行業的情況會同樣惡化下去 香港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 或者甚至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 都會出現一個嚴重的倒退 這個亦都是對各個市民都是不利的 所以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姑息這些暴力行為 是為他們的暴力行為美化 因為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下去 我相信香港的投資環境 只會令到國際投資者全部被知則吉的 我想說是這一點 有否其他議員想要提議 補充 對於昨天的暴力 示威者的暴力不斷升溫 其實不只是昨天的 是一直不斷升溫 我們亦都見不到有任何緩和的跡象 這個令到我們無論議員好 香港市民好 都是十分的擔心 怕這個暴力的行為 是不斷地蔓延下去 不會有停止 我在這裡呼籲各位市民 示威是可以的 但是都要和平理性 非暴力 如果不是拿到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 就千萬不要參與 因為是很大機會已經是干涉罪行 那麼這個市民也都要自己承擔責任 也都在這裡再次呼籲市民 千萬不要再使用強力的暴力 任何的暴力其實都是法理不容 市民香港是完全直接受到影響 不只是單單我們經濟 我們其他的市民 一些不是鼓吹暴力的市民 無論是安助家中的市民 都是被你們影響到 所以我在這裡希望大家 真的平復大家的心情 將香港回復安寧 給香港我們 謝謝 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昨天 在不同的畫面見到的情況 感到非常傷心 也感到很痛心 其實過去見到暴力的行為 不斷升溫 這個情況是極度不理想的 昨天大家都見到 不斷有汽油彈 比以前多了很多的出現 也有很多暴力的場面 這個已經是遠遠超出了 就是表達的權利 所以我們希望 一定要各位和暴力割席的 這個絕對是非理性的一些行為 我自己過去一個星期 都見到其實不只是昨天的 其實過去一個星期 在地區也在多處 也都發生了很多這些暴力事件 就以深水埗區為例 在上個星期總共有四次圍堵差館 去到晚上11點12點 其實已經對很多居民 對於很多市民的生活 是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其實明天就開學了 其實很多家長都向我們反映 究竟接下來 開學之後 究竟那個情況會怎樣呢 也都表示非常憂慮 所以我再一次重申 是一定要和暴力割席 是希望盡快在社會回復結束 大家有什麼問題 藍美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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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民陣 我們要明白 今天已經是9月1日了 已經這些遊行示威 每一次都演變成為暴力事件 已經接近三個月了 是非常擾民 剛才我都指出根據人權公約 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 都不可以干預別人的權益 或者影響別人的自由 在民陣辦了這麼多次遊行 而時事演變為暴力事件 警方有理由拒絕 拒絕了之後的遊行根本是非法的 所以我電視上看到一些市民說 我只是一些宗教性的行動 其實已經是違反公安條例 在每個市民行使表達意見的自由 和社會的整體秩序 是一定要有一個平衡 並且法律上是要規範的 如果我們不規範 香港就會不斷地聯絡去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見到 然後你說是不是緊急法 那些議員對於政府 政府應該做了 我們說了五大訴求 沒錯 至於這五大訴求 如果是可以接受的 政府應該已經接受了 問題就是其中很多的訴求 譬如你說特赦 釋放逮捕者 或者是改變對一些法律的定義的定性 這是不可行的 這些變成縱容一些犯法的人士 至於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我本人是很有意見的 因為你看過往的 法定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都是一件事件 完全結束之後才調查的 譬如說新機場開幕的混亂 南亞島海難 不是說每個星期都有暴力事件去調查 而且因為這次這個社會的事件 是拖了這麼久三個月 相當之複雜 也都不是說一個法官主持的委員會 可以調查到的 所以我同意這個事情結束之後 政府是應該深刻檢討 但不一定要根據香港法例86章 是進行一個法定的調查委員會 至於這個緊急法 行政長官已經說了 我們首要的 就一定要是社會恢復秩序 有市民有意見我們明白 但整體的社會一定要恢復秩序 停止暴力 政府就要用它所有的方法 包括加強警方的執法 以及運用它法律許可的權力 這個緊急法例就是1922年通過的 數來都是香港的法例一部份 政府當然是會考慮它用什麼的法律工具 是最適合應付目前的情況 盡快制止暴力 以及令我們社會恢復秩序 跟其他問題 首先回答 究竟警方的行為是否 部署或者工作是否合理呢 同樣地我覺得在過去這幾個月 我們每一次有一些暴力衝突的事件發生 似乎大家都會針對警方的某一、兩項事 就不斷問他這樣做是否合理 是否要跟進、是否要追究、是否有甚麼違反 但沒有人去問那些暴徒的暴力 是否是否合理 如果要說昨天其實很多事情要說 放火、釘汽油彈、用丫叉、打爛廣鐵的玻璃 這些我們都是覺得不合理的 所以當這些不合理的暴力行為一路出現 而且暴力程度一路升級 警方去相應採取他們的策略和部署 我想大家都應該要很公平地去看那件事 就不只是說一邊不說另一邊 我們想說的就是昨天我們看到全個下午到晚上 無緣無故都去搞別人有警察的紀律部隊宿舍 為甚麼呢?這些都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昨天不合理的事實在太多 而這些事也不應該再發生在我們香港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人 如果你在社會裏面有影響力 包括傳媒也好、議員也好 所有社會裏面有影響力的人都應該要把我們聲音告訴大家 要反對暴力 這些暴力行為 這些這麼不合理的暴力行為一定要停止 第二件事呢 有甚麼要跟政府做呢? 其實呢 就回答你第四個問題 關於緊急法的問題 我最近在地區裏面 我們接觸了很多市民街坊 他們都是香港市民來的 他們雖然沒有出來遊行 但他們都有聲音 他們在社會裏都有聲音 他們跟我們說 最近的事件已經令到他們的生活很亂 他們很希望香港能夠回復以前 他們也跟很多人一樣 覺得政府不作為 不作為是在於面對這麼多暴力衝突事件 為甚麼政府不去再採取一些果斷的措施 包括引用這個緊急法去止暴制亂 包括是否應該研究 甚至有些街坊會說 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看看 《基本法》第十四、第十八條 解放軍是不是應該要進來幫我們 指暴制亂呢? 這些都是我們在社會裏面 聽到很多香港市民的聲音 不想再亂下去 希望政府能夠採取一些果斷的措施 來指我們現在這個亂局 令到我們市民可以回復安寧 我們很多旅遊從業員 很多零售行業、運輸行業 現在是零收入的 誰幫他們? 所以他們都要發聲 他們都希望政府能夠採取果斷的措施 緊急法也好 或者其他所有一切 可以用到的法例去制止現在那個亂局 至於那些 遊行為甚麼要被拒絕 很清楚 我想警方多次都說了 而且不只是警方的反對 上訴的委員會都有反對到有關的申請 大家很清楚看到的 每次遊行之後 就發生甚麼事呢? 又或者有些人說自己去和平遊行 但是帶上汽油彈 帶上蟲子水 再曬那些裝備 他們叫做 還要帶上頭盔 防毒面罩 究竟他們真心想去參與這些和平的遊行 還是他們有其他的目的 就是要做一些暴力衝擊 去擾亂我們社會的安寧 擾亂社會 我們一般普羅市民的生活嗎? 所以我想 那個要拒絕那個申請 是考慮到現在那個暴力的升級 亦都考慮到在那個情況下 那些集會會對社會對社區的影響 而且也不只是警方 上訴委員會都有拒絕到一些申請 我想大家要逐單看 我聽到昨天都剛剛來聽到的新聞都說 明天會有些集會遊行 有些是批了有些不批 所以我想就不是說到 好像某些人說到 政府要扼殺言論自由 警方就不讓人去和平示威了 其實有些是批的 真的要看那個情況 如果一個這樣的 就是以這樣來到去說 就指控社會 或者指控警方 是不讓人和平表達意見 我想就不是頗公道的 應該要講完所有事情給大家聽 那你再不批成現在的情況 即是叫緊急情況 即是政府是有需要 或者是有什麼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這個已經是我們在社區裏面 聽到很多市民的聲音 市民都跟我們說 麻煩你叫政府做事 政府做什麼呢 可以考慮他們現在現有 一切可以用的所有現行的法例 包括緊急法 甚至有些街坊真的跟我們說 叫政府找基本法十四十八條 看解放軍 找解放軍出來 我們不想再亂下去 他們不想再看到他們的生活 受到影響 大家不想再每天出門口 都要看看 究竟我去哪個地鐵站 有被人封 去哪個地鐵站有沒有事 哪條路會不會突然被人封 上班 我們港鐵的同事 我們隧道公司的同事 上班都不知道 他們坐在一個家庭裏面 何時會被人打破玻璃 所以大家都是希望 政府要做些果斷的措施 去止暴制亂 有其他問題嗎 你覺得現在的情況不停在這裏 有其他問題嗎 有其他問題嗎 有想問嗎 因為你不問了很多 沒有 你繼續問 你覺得這個情況不停地疼多 由一開始大家說 六十六號 六十六號 大家出來和平示威 之後都得不到回應 訴求 但到了很多報復事件發生 你們所說 一連串的一筆聲音 到八月十八號 大家都好像有很多示威者出來之後 都叫做和平散退 但是還是得不到回應 又再做 你們覺得這個不停的循環 究竟問題是否在這裏出來的事件 我想這個問題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有人不斷縱容 和包庇這些暴力行為 令到別人以為 這個社會有一個假象 以為這些暴力衝擊的行為 是美化了很浪漫的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 都不想社會再亂下去 大家不要再包庇 縱容這些暴力衝擊的行為 犯了法就是犯了法 不管你穿什麼色的衣服 你是犯法就犯法 你是放火就放火 那這些應該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難道你穿黑色衣服放火就可以沒事 穿彩色衣服放火就要被人抓嗎 所以其實你穿什麼色衣服放火 就已經違反了法例 有什麼違反法例的行為 我們就應該要用法治的精神 香港我們希望大家不要 以自己的政治立場 連那個法治觀念都沒有了 我想說幾句 我先說一句 其實現在的形勢很複雜 除了有很多市民喊的五大訴求 缺一不少 我知道有很多青年人在喊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我覺得很可惜這些青年人 有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或者被誤導 以為他們是在進行革命 會有一個更好的香港 其實他們這樣不斷的遊行示威 或者是參與一些暴力行為 是摧毀香港的 剛才我們同事都在說了 百業受到打擊 很多投資者可能會離開 已經有很多是轉去別的城市了 如果我們再是有這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不斷去抗爭以為改變香港 結果最受到傷害就是這些年輕人 所以我真是希望他們想清楚 有人說他們看了那個短片 Winter on Fire 烏克蘭的革命 以為他們在做一件崇高的改變社會的事 其實不是 他們在摧毀香港 我希望他們的家長 他們的朋友 是解釋給他們聽 我想補充的 我想補充的第一點 就是其實整個事件 是因為逃犯條例而起的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逃犯條例的實質的立法工作 已經完全停止 所以其實是市民要求的 已經達至 一號的生意大受影響 市民心情也都大受影響 很多市民都問 明天開學了 有沒有可能幫到手 叫政府做些事 叫大家不要再搞 令到大家都可以正常上班 可以給小朋友正常開學呢 但現在是 很多市民是很擔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方面大家 經常都是提問 就是政府的回應 但事實上 無論你是對政府有不滿 或者對社會現象有不滿 但你無權 無權是去阻止市民正常上班 無權是去阻止 學生正常開學 因為大家都是香港市民 大家都是持份者 第二 針對警察的 我希望大家都要看清楚事實 如果大家 我沒有人希望見到受傷 沒有人希望見到警察要去抓人 也都沒有人希望見到香港繼續暴力衝突 但必須要指出 如果沒有這些違法的行為 警察是不需要執法 如果沒有暴力的衝突 也都是不會有警察要用不同的方式 就是要去依法執法的 所以我也是再次呼籲 大家其實這些行為 對任何人都是沒有好處的 只會破壞香港 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所以請大家不要再搞升級的暴力行為 現在我非常擔心 見到摘氣油彈已經常態化 放火好像是很普通 這些真的很令人擔心 很多市民今天很害怕 我希望大家冷靜些 再做這些暴力行為 是不會達至什麽的實質目的 最後就是傷害到香港 我希望各位媒體 都幫忙 將這個信息傳達開去 我只要補充一點 就是講到警方的行動 其實那些僑莊 警員僑莊示威人士 去逮捕那些違法者 其實這些警員 是沒有很大的生命危險 因為他們的人數少 隨時落單 是被人打死都有機 所以其實這些警員 是非常之英勇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